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刚刚呢 那个榴莲的卖家呢 他送来一粒 他说这里是叔叔 他说这里不是我所常常看到的叔叔 这里他说我载车 他就跟我讲我有一粒特别的榴莲叔叔 我说叔叔我在去年已经吃过了 也拍过了 然后呢 他说不是不是 这里是很小型的叔叔 哦 你注意看看 这里有一点像那个猫山王的下面 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五行的 五条线的在下面 如果是猫山王也是有的 注意看 然后他这个 你看他的饼很长的 比普通的还要长的 如果你是叔叔的话 他的刺是种很大很大的 然后他说这里榴莲叔叔是小的 我说我没有吃过小的 一般上叔叔都是在2点多kg以上的 然后尖 叔叔是黄色的皮的 然后下面尖型的 然后这里不是 这里他是拖圆形一点的 然后他下面也没有什么键的 然后他说他的叔叔是小小的 OK 我就称他为小型叔叔了 他的朋友的云 专门种这些奇奇怪怪的榴莲的 可能开起来跟叔叔不一样 或者一样 我们就试一试看看他是怎样 好 我就拿下去开 OK 我打开了 你注意看 他的颗很厚的 然后他的颗有一点黏心的 你打开的时候 他这层呢 就很软 你一插下去 他就开了 可是你 要拉的时候很难拉开 因为他有一点黏心 然后你看他的肉 他的肉是这种浅黄色的 浅浅的黄色 很漂亮一下的 他不是深深的黄色 他那种浅黄色也是很吸引人一下的 好像奶白色这样 好 我就试一试看他的味道怎么样 然后他这里是比较小粒的 他讲他是小型的那种叔叔也是小粒的 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果肉呈现都是一边一粒的 很好看的 好 这个是比较小的不算啦 没有种子 然后你试到那个靠近种子的时候 他有那种硬硬的 薄薄的一种那个 硬的那个纤维 这个纤维脆脆的 有的人喜欢吃 很奇怪 我就不喜欢 他是很脏心那种脆脆的 咬了他的口感是不错的 如果是太厚的就不好了 这个很薄 咬的还好 然后呢 这类榴莲呢 也是偏苦的 很高苦 你一咬下去也是苦味到完的 就好像刚才我吃的那个青豆一样 那种苦味 这类榴莲呢 也是很黏很干 他的那个纤维也是很好 只是你吃到最尾的罐的时候 他有一层包包的那个硬的纤维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苦的榴莲也可以选择这里 这里呢 他外形看起来真的很像毛山王 然后他有长长的那个饼的 所以如果人家跟你讲酥酥的话 你小粒的 如果不是黄皮的尖嘴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酥酥啊 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黄色尖嘴的 大粒的酥酥 很好吃 这里很好吃 很苦很黏 然后有酒味 OK 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就是说的 你就是我的 鱼鱼鱼 为我做你小伙子 为我叫你一生宝贝 让我点点多追在你怀里 你就是我的 对 靓丸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